金平安纸钱环保金炉 盛世起用 皮诺县政府环保局 在坎顶焚化厂 打造全国第一座 具民俗意向的 金平安纸钱环保金炉 采用传统敏式建筑设计 造型就像是庙宇的大型金炉 有助于推动纸钱集中烧政策 那这座金炉呢 有别于一般过去 我们在焚化厂燃烧纸钱 那民众会对这方面 垃圾的炉体 跟我们纸钱的炉体 一并燃烧 那民众都会有这方面的疑虑 那我们就想这个机会呢 跟环保争取经费 而且还有加上 我们潘县长的支持 我们就来建筑纸钱环保金炉 平都县政府近年积极推动 纸钱集中焚烧政策 过去虽会洒进焚化炉 并和一般废弃物区隔后再焚烧 但仍遭民众与宗教团体误会 是和垃圾混哨未领情 县府为此项环保署 争取补助并自筹配合款 打造这座纸钱环保金炉 结合先进污染防治设备 污染去除效率高达99% 不仅符合且低于法规排放标准 金平安子前环保金炉 采用的是高效能的 触煤陶瓷纤维滤管的集成器 那这个主要的防治设备 是跟一般传统的环保金炉 使用的是不太一样 它除了具有高温耐腐蚀 然后又可以直接增加它的热能回收 减少污染物高达99% 这个也确保我们在燃烧之前的过程中 都不会有任何排放的空气万物 全国第一座环保金炉启用当天 平线多家地方信仰中心的宫庙团体代表 都出席见证金炉启用 未来将辟合政府纸钱集中烧政策 为环保尽兴力 其实我们一直希望金炉的部分 能够由公家机关来统一来烧 然后这样子就不会造成很多的环境污染 尤其这次今天正式启用之后 当我们收到正式的吻之后 我们的金炉会正式的把它封炉 那所有的金箱金质我们就会统一 然后叫环保局又环保局来正式的阻力 当然我们管政府现在新建这个文化炉 这是要专门向金箱使用 这是很好的用意 当然我们是都配合政府的规定实施 环保局表示 金平安纸钱环保专用金炉 每小时可处理五百五十公斤纸钱 每年可烧化一千公吨以上纸钱 约可减少力状污染物三点五三公吨 硬氧化碳三十点六公吨 及二点七五公吨PM2.5 有效改善烧纸钱所造成的空气污染问题 在108年的时候 我们是收集了275公吨的纸钱 来焚化厂这里集中燃烧 那么这座环保金炉启用之后 我们每年可以燃烧一千公吨的纸钱 这样子每年可以减少氮氧化物流氧化物 以及总悬浮固体还有PM2.5等等 加起来总共大约10吨的污染物 可以控制得很得宜 环保局指出民众如果有纸钱集中收孕需求 无论中原 清明 年节或平日 都可透过环保局纸钱回收集中焚烧网申请 或拨打专线电话 能兼顾宗教信仰与环保 共创更美好健康的居住环境 评论新闻 张如意 刘建荣采访报道